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是一个重大的转型期 那这样把这转型的管理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 我想第一个在这个行政上面 我们已经没有分级了 在那时候Omicron之后 我就跟大家确定 不再以这样分级来做社会的管制 那第二个这个建议 当然除了这行政上的用语 以外就是说 是不是现在要加强一些的管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当然在看疫情 目前来讲 并没有这种要爆充的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也观察到一些 人民自主的一些行为 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工位的效果 那口罩也带得不错 那疫苗虽然进展不快 但每天也大概有 6万到10万人 这样的一个速度 持续在打 那对于整体的防御 应该都是还是 目前来讲 不用太过于紧张 那常常我想在 有专家也在讲 我们也提醒过很多次 整体这个疫情的控制 大概分做几样 但讲的一个社会 我们讲说 NPI 这个非药物质公卫的一个手段 大家自主信 这个有 那另外就是疫苗 所形成的一个 人工的一个防御力量 这个现在也在打 那另外就是自然感染 所形成的一个屏障 那这些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让它不要暴冲式的成长 那把医疗量能够接得上来 药物使用迅速 那把疫情控制好 现在目前就是这样 那并没有说要一下子 要来把这个 社会管制来加盐来 虽然确诊人数没有如预期 呈现暴冲式成长 但是每天新增确诊人数 还是以4万5万这样数字起跳 对社会整体运作 还是造成一些不变 尤其明天起 居隔或是自主兼容管理的民众 如果使用快筛呈现阳性 透过失去诊疗 就可以判定为确诊病例 为了避免明天第一天上路 会出现流程塞测情况 疫情总额心还特别宣导 视讯诊疗相关的准备事宜 这病人就是本身在检验的 这些5月12号局 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居家检疫 他如果快筛阳性 他预约视讯诊疗评估 结果前的配合准备的事项 那在快筛阳性这个卡夹上面 或检测片上面写上姓名 及检测的日期 然后将检测判读后的检测卡夹 或者检测片 及键跑卡放在一起拍照 那确认是这一位的 然后预约远距医疗或视讯诊疗门诊时 将照片上传 然后配合于医师视讯评估时 出示判读阳性之检测的卡夹 或者检测片 就事先先把这个写好名字 日期 然后跟健保卡一起照相 然后联通了之后就上传 然后再配合医师的视讯诊疗 那当然在协助来确认的结果 那双方如果对这个有共识的话 那就会用健保卡上传阳性结果 自动通报 或者是法传系统通报后 系统会自动延办为确诊 那确诊民众在家等待 地方卫生局安排收治隔离的处所 那另外 然后地方卫生局会依照确诊个案 分流收治原则 安排至指定处所隔离 并开立隔离通知书 照着他确诊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就往下走 当然如果双方对这个 医师认为说 这个有疑虑或怎么样 那就会通知 就是对这个结果 大家双方 民众跟医师 对这种阳性的结果 没有共识的话 就会通知所在 地方卫生局安排裁减PCR 那以PCR来作为结果的认定 不过得留意 进行视讯诊疗还是得收费 台北市甚至要求民众 进行视讯诊疗还得自备剪刀 在视讯诊疗结束 要把试剂检验盒剪断销毁 另外为了平息快拆试剂缺货乱象 疫情总共性也同意 在6月30号之前 放过个人进口快拆试剂 每年最多以进口100剂为上限 那针对个人自用新冠病毒 检验试剂的一个弹性措施 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比较便捷的方式 包括是不用费用 那我们对于数量的规定 就是每个人限一次的申请 总量不超过100剂 那时间就是到今年的6月30日为止 所以不需要到食药署这边 来专案申请等核准 可以直接由海关放行通关 那哪些试剂的种类可以进来 我们会建议申请者他们去选购的是 家用的检验试剂产品 那也不限是卫福部所核准的 这些EUA的产品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EUA这些产品 那未来当然使用的一个相关的结果 就自行的负责 那这些也不能够作为配合我们 防疫政策的一些判断的依据 那另外一项限制就是不可以贩售 如果不是医疗器材商都不可以贩卖医疗器材 民众如果这样子就去贩售的话 我们可以依照医疗器材管理法第70条 除以3万到100万的罚款